這個可能還是在冬天 花蟹是全部都這樣 好好吃 來 我跟你講 這個好 你可以用敲的 你也可以用剪刀這個地方 因為你剪的話可能要剪斷掉 用後面這邊稍微把它壓一下 它的殼 是比較軟的 它這個其實這個殼還算軟 不然用菜刀是要趴著咧 趴一下 來 妳看 像這樣子 好好吃 這個花蟹 應該算是裡面最貴的對不對 比較貴對不對 因為它蒸肉真的太甜了 這超甜對不對 對 先講一下 我不能赦免 你們知道 沒有 菁姐 這沒有問題 像一般的媽媽 如果這樣的話需要沾什麼醬汁嗎 對 剛剛我們講到說它比較寒 所以一般來講會沾那個薑醋 用一點薑醋 酸酸的 酸酸的 為什麼要酸酸 它就是比較不容易 我在吃那個大雜蟹的時候 通常是一點點的那個白醋 加一點糖 糖 薑一定要 薑 薑末多一點點這樣 在中醫裡面它是比較甜的 但是 我說實話 你如果去吃到這一口就知道 真的不用醬料 其實花蟹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用 菁姐 有問題 它的木 為什麼它有木 公母 公母 母是怎樣 有沒有蛋 蛋 OK 好 來 有沒有蛋蛋 通常 沒有 如果讓你看到蛋 大概那個蛋就不能吃了 所以如果它爆蛋的話 從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這邊 從這個地方 會有一大坨的蛋出來 通常那個蛋就已經有渣了 那個吃起來裡面是空空的 不好吃 所以應該是黃 我們講黃 這邊我們一樣把它撥開之後 有看到 有看到蛋了 有沒有皺 唉唷 唉唷 特獎 特獎 帥帥 哇 這個 好好吃 這個裡面有幾個蛋 幾個蛋 沒有 通常一個螃蟹裡面的蛋 大概有153221種 很多啦 應該沒辦法算 菁姐 它現在這個蛋是剛好 那個嫩度剛好 再多會硬掉 真的 最好吃 有膏又有蛋 而且它是海水的 海水蟹 所以根本什麼都不用沾 好鮮 剛剛好 而且我本來不知道說 台灣有這麼好吃的蟹 我真的對不起台灣 我真的對不起 我一直以為說進口的大閘蟹 什麼很好吃 不知道怎麼好吃 台灣的這個海產真的是一流 像這個萬里蟹 我每年必吃 好 謝謝 謝謝你師傅 謝謝 謝謝 好好吃 今天 這個有什麼好困難的 今天應該是很好做對不對 所有的師傅你們的任務 要做這個萬里蟹 當然有三種讓你挑 自己決定 你們將要做出怎麼樣 各國或每個地方 最好吃的萬里蟹 將怎麼做 來 所有的請準備 請翻牌 好 待會兒那個 靖倫好好聽 他們將把那個菜單翻出來之後 一一介紹 待會兒由你來挑 你想吃哪兩道菜 好不好 一個東方 一個西方 好 從四川代表 食物要好吃 一定絕對離不開所謂的爆香料 那我們今天會用所謂的 薑 蔥 蒜 來做這道料 這道料也用薑蔥蒜的一個 所謂的 去寒 殺菌 包括我們蒸香 讓它成為一個 我們所謂的川菜裡面 最好吃的薑蔥蟹 廣東最近很流行 我們吃那個 你知道啦 雞包蟹 還沒去過 還沒去過 雞包蟹 我們的做法也特別不一樣 我們加了雞肉之後 再加上一些新香料 蔥 薑 蒜 蔥 蒜 蔥 蒜 都有 蔥 蒜 蒜 煮出來 味道一流 鮮味的特別 非常好吃 好 來 茵茵 我要做的是 我們那個西安那個回民街 他們有用那一種自然 對 他們有那個新疆 大盤雞的做法來做螃蟹 大家會很好奇說 內地怎麼會有螃蟹 有的這幾年 新疆有蟹 這幾年他們整個在新疆內地 因為高山的血水 養出來的肉質特別好 比較Q彈 而且它有那個 大雜蟹的那個蟹膏香 那再加上我們新疆的 孜然香料去爆鍋 然後襯托出那個蟹肉的彈牙 還有那個甜蟹 泰國陳馬力 我今天是想介紹給大家就是 咖哩螃蟹 咖哩不是應該是安迪做的嗎 泰國也有 他們也是咖哩我們 我講 你做我咖哩出來 你做出來你試試看 跟你有沒有有一樣好不好 他不是泰國的 所以有什麼特殊嗎 其實這個螃蟹在泰國是非常多 因為泰國就是靠海 南部就是海 然後東南邊都是海 所以螃蟹在泰國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可以 可以做很多種料理 譬如說說辣湯 像他說他做那個什麼椰奶 他是Copy我來的 泰國是有椰奶的 好 咖哩 好 水煮是便秤粒 到底要講什麼 我沒有講話 不是嗎 水煮而已 但是 我沒有講話 好才 但是那麼新鮮 那麼甜的螃蟹 水煮就好了 然後我要做的是 一個是直接碰醋 沾碰醋 用碰醋 碰醋就是橘子醋 碰乾的醋 碰醋 第二個是 它的肉挖出來 它的蛋黃 捲起來那個海苔片 上面放它的蛋黃 就是水煮了 謝謝 好了 來 來 大來賓靖倫 現在要幫我們挑選兩位 一東一西 其實我想一想 蔥 薑 蒜 其實常常會吃得到 腰花這個也不特別可口 花雕 酒其實 常常也吃得到 子安也比較特別 吃雞腿肉我沒有聽過 東邊的我選雞腿肉好了 來 王方代表 謝謝 師傅 我選泰國咖哩 順便可以回味一下自己的家鄉味 那麼恭喜泰國陳馬力咖哩 好 來 現在 馬力咖哩先拿好不好 好 好 你要拿什麼蟹 它有三種 就是花蟹 三點蟹 三點好了 看三點好肥 OK 好了 好了 你拿的是三點蟹 三點蟹 來 師傅 那我就拿花蟹 花蟹 一般我們蟹拿起來 你要覺得很沉的感覺 所以你幾隻蟹你先下去拿一下 哪一隻感覺上是最沉的 第二個 像這種蟹的話 蟹殼要稍微越硬一些的 摸這裡是不是 就兩隻手前後這樣子 對 你就把它摸一下 殼要硬一些的 這個時候它的肉是最飽滿的 而且這也代表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飽滿 因為這個是 代表它成蟹了 它如果它的骨頭還是軟的時候 它還沒長大 所以它肉會比較少 等它長大一點 肉比較飽滿 它就硬了就可以好吃了 要硬的 好 謝謝 來 好 來吧 怎麼處理呢 這個螃蟹是活的嘛 有的人就不敢殺身 就是可以丟在冷凍 差不多五分鐘 十分鐘它就死掉了 把它冰死了 對 把它冰死了 現在講那麼重 就冰暈了 冰暈了 對 冰暈了 對 OK 那像這個是活著嘛 我們就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用刀 超暈的 它的中間這個 把它 它直接倒入這樣子 小孩不宜觀看 對 就可以吃了 就OK 它就乖乖的 安靜了 它不會鬧了 它不會亂動 還不錯 像一般外面如果覺得 這個它的這個腳旁邊 會黑黑 可以用那個牙刷來刷刷一下 比較乾淨 它這個看起來很乾淨很白 這個很乾淨很白 非常白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乾淨了 我們不需要處理什麼那麼多 這個基本上在家裡 都可以直接做 但是我說真的 在萬里蟹剛剛三種蟹裡面 其實價格最高的是烈花蟹 它的花蟹最貴 所以今天我是想說 介紹給在家裡媽媽自己做的 不用貨 太貴的 先開始用這個三 三點蟹 可以 在太次長 在太次長 可以 它也不便宜 它是第二的 可是比它還便宜 它的肉質很細 對 然後比較容易買得到 對 然後今天我是用酸燙的 是做 對 做咖哩也有的 可以用這個熱油 過油 過油的 過油的 所以那鍋是那個嗎 我要酸燙 用酸燙的方式 OK 好 妳要先處理對不對 好 我先處理 給妳處理 來 我們今天做這個雞包蟹 我們準備的就是花蟹 我們怎麼樣讓它乖 好不好 而為了咖哩料理 來自印度與泰國的主廚 竟然在棚內演工商啦 下一個步驟 我就是把這些調味料 把它混在一起 這個是咖哩粉 好 咖哩粉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問題 什麼問題 它在咖哩粉裡面有什麼東西 搞定跟妳一隻兩隻妳給我咖哩